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发生的这一次在Samba de Dino市的一个区域中心当中发生了一个枪击案 到底这个枪击案是一个什么原因 恐怖主义 个人报复 个人仇恨 还是一种所谓的仇视社会 到底什么原因 我们今天请张教授跟我们来一谈 同时我们在下期的时间 我们也请张教授跟我们特别聊一聊 这一次在11月30日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将把人民币纳入它第五个货币 所谓的进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当中 现在篮子有四种 再加中国人民币就变成了五种了 所以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请张教授跟我们做精彩的分析 张教授你好 小峰好 各位听众 观众 大家好 张教授 桑巴尼迪尼其实就在一个礼拜以前 我刚刚开车路过过那个地方 当然我是顺着10号公路这么走过来 那个地方应该这么讲 我们在洛杉矶住时间长的人都知道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洛杉矶的东部开发很厉害 很多很多人就是离开了新洛杉矶 离开了洛杉矶当堂 离开了洛杉矶人口密集的地方 像人口比较稀少的东部地区 新兴社区 对 新兴社区 尤其是桑巴尼奴 Riverside 甚至更远都有人去 这一次到目前所能听到的信息 是一对夫妻感的 跟我们谈一谈事情的经过 以及你怎么看 我要首先我想借你的平台 表达我个人对于因为这次事件 丧失生命的许多无辜百姓 14个人已经致死 14个另外十几个人还在医院里面 对 那至于这个深切的那种悼念 另外呢我们也希望 这个受伤的群众警察 能够迅速的康复 那么这个事件呢 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 但是呢也不是一个意外 那么这首先呢 这就是昨天发生 OK 周三 这个我想说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 就是这个世界的动荡 这个整个的动荡在世界各地 中东 这个北非 欧洲 还有法国 德国 还有现在这个 在美国 美国发生 这个代表着世界这个动荡 OK 动荡背后的世界要怎么改变 那我相信这个事 这个也 曝露了美国 联邦政府 在处理 这个 伊斯兰问题 还有伊斯兰恐怖分子问题 不管是在 对外的政策方面 或者是对内的这种防范 对内的措施方面 一系列的 这种 值得 大家检讨的地方 所以呢 从这个事情发生在 昨天就两个人 他们 这个开始就有三个人 那么现在知道 两个行凶的人 是个夫妇 她的 那个丈夫呢 是28岁的 叫Said Farouk 他们两个都 昨天下午 15点钟被打死 被打死了 那么 但这个事情呢 在现在的 按照现在的资讯 基本上 可以说 是一个恐怖袭击 我看到今天的 纽约时报的 他也认为 FBI正在向 恐怖主义的攻击 这个角度 在进行调查 而且呢 目前还没有结论 对 但是呢 现在从各种迹象看的话 是这样子 而且 这里 那么 这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 这个恐怖主义 在 为什么 我们都照会发生 但是 为什么 这个发生 这个男 是在美国出生的 嗯 他在伊利诺伊斯 那么现在 也有一个很好的职业 对 为什么 年薪七万 28岁 不错啊 怎么能够 就说什么是他的动机 OK 这就值得大家 非常 那个详细的去 非常 深刻的去 管 去研究 另外 但是可以想象一点 就是说 这个 现在调查呢 刚刚开始 我相信从这里头会将来 一定会牵涉到 一定会有 更深入 对于南加州 这些恐怖分子的联系 各种方面会有更深入的结果 不过张教主 从您的说的 说到联系结果来 看看 根据FBI的这个 透露出来的消息说 他们并不在 美国的这个监视范围内 也就是说 他们属于 呃 安全的 或者说属于正常人 没有在雷达上面 对 没有在雷达上面 但是呢 呃 这个 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现在 现在在调查中间啊 我想是那个 美国的调查单位啊 包括各种 联邦的FBI牵头的 现在已经是 美国FBI 跟其他联邦的 这种机构 安全机构 嗯 全部 全部设入了 它有一个特别的组织 叫做 Special Terrorism Task Force 就是特别 反恐的 这个专案小组 那么 他们现在已经 已经介入调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调查的结果 我相信在时间过去 会慢慢慢慢的 发生出来 但是我这个提供了 一个各种层次的问题 第一点 从好的讲 就是美国警察 包括当地的警察 州的警察 跟联邦的警察 在第一时间的反应 是非常迅速 而及时的 没错 这个还是代表了 美国的执法单位 在应对恐怖分子方面的 训练有数 或者重大突袭事件的时候 也非常有好的反应 反应非常快 那么 而且呢 在讯息的公布方面 也非常的及时 这是一个正面的地方 但是反面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回到来 就是说 为什么 在国内方面 如何防止事件的发生 如何能够了解 如果能够 在预先的 就是能够 侦破预防方面 显然是不够的 对不对 那么这牵涉到 有很多的问题 一个就是 欧巴马的 这些 过去的 这些政策 造成 我想从 比较低的层次讲 就是说 对老百姓 跟政府 执法机构 之间合作 有些 就是 discourage 起码是没有那么 积极主动 那么为什么 我先讲两个例子 这点非常 我觉得很重要 就在今天早上 我开始来的时候 也听到新闻广播 那么 他们这两个人 夫妇租的房子里头 有很多很多 异常的活动 就是 那个包裹很多了 晚上很多人在里头 在好像是忙着 呼噜不知道干什么 他的邻居 曾经想要 跟警察报告 可是呢 他又怕被人靠着帽子 说是种族 种族歧视 那么被说 那个 而且在奥巴马 联邦政府的这种 跟着 执法 跟着 那个奥巴马的 那个 attorney general 这个 office 总检察长 他这个office 整个过去几年行动 非常 对于这种 所谓 种族 这种形象 英文讲叫 racial profile OK 种族形象的这种 按照种族形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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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防范的话 是 一直 不 鼓励的 那么 这个我回想到 最近有一个例子 跟这个 没有关系 但是也牵涉到 racial profile 那么 在Santa Monica 就上个礼拜 两个礼拜前 有一个 美国一个黑人的 一个所谓的女的 executive OK 她的家里 她忘记带钥匙 钥匙回家 11点多人回家 她就找了 左将来 那么她邻居呢 觉得这个陌生人呢 就是悄悄大打开她的门 所以她就报告了 那个Santa Monica的警察局 说有人 试图 用实枪劫 那么他们三个人 那警察来的时候 就马上 就有 那个 反应很迅速 有两个 先是两个警察 一个 一个是警察 一个是一个 那个 就带 有警权的警察 两个人 那么这个女的 后来就告诉她说 我出来以后 发现两支枪 她一只狗 狗对我叫 两支枪对我 她说这是因为 我是黑人的关系 OK 所以把事情闹得很大 在那种 那种华盛顿邮报 也登了文章 就是搞了很大 结果后来呢 洛杉矶那个 那个 Santa Monica的警察 后来 反应的话 在一时间 后来来十几个警察 OK 她就说 因为我是黑人 所以一大堆的警察 就过来 他们OK 但是事实上 也可以代表 如果事情看 怎么看 也许你应该感激 说这个 Santa Monica 这么安全 所以突然间 警察反应这么快 来了 对 你应该感到很安全 住在这里 但是她觉得 她是被 她人权被烧了 破坏 破坏 后来呢 这个 警察的 那个 就 Sargent OK Sick here OK 跟他讲 跟他解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保护 我们的危险 安全 所以我们一定要 先拿枪 我怎么知道 你后面有三个人 对 你说 这是我的家 她每个人都讲 犯人说 这是我的家 没有人可以证明 现在 结果呢 后来 警察局的局长 也是个女黑人 她把整个录音 全部公布 后来录音公布以后 大家觉得 绝大多数的人 就觉得 听到录音以后觉得 警察怎么这么有耐心 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Racial Profiling 很多被少数族裔 给他的扩大 无限扩大 所以造成了很多美国的民众 不敢去 Beat a headset 所以这也造成 为什么这次事件发生以后 可能会对 这种所谓 Liberty 这个自由的限制 这自由的 美国无限自由 可能要有一个限制 这牵涉到网络 牵涉到各种方面的自由度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张教授 刚才您特别提到 所谓的Racial Profile 其实类似这个情况 我个人经历过 有一次 我家里要装修 我请了一个工人来 说到我家来 他说几点几点 他来早了 他没好敲我门 他就把车停在我们前面 他坐在车里睡觉 又是一个破车 又是一个东方人 我的邻居就打给警察了 我等请着他进到时间了 他进到我家了 我请他来看 需要做的工作 说警察进来了 警察就很严厉的问他 先问我是不是owner 我说当然了 是owner 他说 问他怎么回事 我说你们为什么会来 他说因为你的邻居报警了 说有一个不安全的现象 其实我并没有想到种族的问题 我倒是我个人啊 我是有点感激我的邻居 原因是在于说安全 安全嘛 这就大家守 中国人叫守望相助 而且Ratial Profiling 其实看你怎么讲 有的时候某一种 你警察怎么能够防范案 当然你看到一些特殊的人 附和这种犯罪形象的人来的话 他要做一些 直到是合法的情况 他做一些所谓 对美国叫做积极的Proactive的动作 世界上对社区安全是有好处的 那么这件事情 我将来我相信 他有 美国可能会跟法国学习 法国巴黎这是遇害了以后 那个法国总统 洛兰迪 他马上就把那个法国的 什么所谓 什么那个Civil Liberties Suspendable 现在几个月还是半年 在美国将来可能也必须要讲 因为我的感觉是说 如果 如果 这个基本的问题 如果不解决的话 那么在美国 现在 这种 成绩的话 我们不希望它发生 但是可能 方不胜方了 发生会很多 其实是张教授 我插一句 其实在以前的中国大陆 都有很多退休的人 在社区里面来检查 老大妈 老大妈 其实他们真的起到了一个安全作用 社区的安全 我们叫家属区了 那种安全 其实很大程度 就是大家互相之间的守望相助 我再讲一点 跟你讲中国大陆 我当然 我跟很多朋友去访问大陆 他们跟我讲 是他们告诉我的 不是我自己切身经验 所以说 再提出来 跟参考 说在以前的话 有一段时间 维吾尔的小贩 在全国各地 拿了很多 警察没办法 为什么警察抓了话以后 因为这是牵扯到民族问题 警察也不敢搞 就放了 结果搞了后来 这种所谓异议分子造成的祸害越来越大 直到一两年前昆明火车站事件 昆明火车站事件 我看到我觉得完全不可理解 火车站有警察 还有助威警 助威警在没枪里面 只拿了什么耙子 什么棒 这个助威警 那个所长很勇敢的 受伤 后来来了所谓五个特警 五个特警只为一杆枪 那个特警还有 那个有枪的特警 还是训练有数 他在几十秒之内 开了很多枪 我想这就是所谓说 有的时候 你的这种所谓那种 想保护的政策太好的话 事实上会在来反效果 我想美国也到了这个地步 一定会有变化 不过张教授说起这个东西 当然大陆叫民族政策 我们美国叫做racial profile whatever 但类似的意义差不太多 关键问题是说 这两个人 之所以大家会想到恐怖主义 一个 他本身 这两个人都应该说是信仰 伊斯兰教的 其实两个人都是来自于巴基斯坦 女的在沙迪阿拉伯住过 她是沙迪阿拉伯的巴基斯坦人 到底就 甚至有的 我们洛杉尼时报报道说 她在今年的早些时候 曾经回去过 就是到底她跟这个事件有没有关系 但是有另外一个角度 这一次她所攻击的现场 是我们桑巴达丽诺县的 一个健康医疗department的 一个圣诞节的party 而这个男的就是他的工作人员 所以现在牵涉到很多人 所以到底是恐怖主义 还是个人仇杀 我们不能排除个人的这种不愉快 但是怎么定义恐怖 就是说 对无辜人 根本不是人的滥杀 第二点说 他这个行为的话 如果是一时的生气的话 他不可能又搞炸弹 炸弹就准备好了 还有那个什么武器 他是做了比较精细的准备 这种准备好了 所以这就表示 是一个所谓有计划的行动 那么杀了无辜的人 那么再加上如果以后调查 发现了看他跟外面的联系 那么现在有很多 他资金来源是谁 对不对 资金来源如果是 他跟的接触的对象是谁 这个还是我们现在 实际也不能承受 不能说就是一定 这就是有很大的恐怖主义的 这种活动的 这种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所能讲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一时男 所以现在前面 下面一个问题 那么奥巴马现在 被备受攻击了 就是说奥巴马昨天 在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第一个话讲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适当 他讲说 哎呀 他说美国啊 这个枪支管制啊 要加奖啊 这个事情枪支 都是那个杀害的人太多 他说这个是 他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他是完全是恐怖主义 那跟枪支没有关系了 对 跟枪支没有关系 因为恐怖主义的话 永远可以找到枪支 也可以找到炸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讲得太早一点 枪支管制要不要加强 肯定要加强 但是枪支只是一个工具 最主要是说 如何使这个人 愿意做成这事情 他的背后的思想 他的那个这种东西 是我们所要注意的 那么牵涉了一点 就是说 奥巴马和跟现在 我想这次的东西 会影响美国大选很大 因为奥巴马跟Hillary 一直不愿意认为说 这些恐怖分子 叫他说是Islam Islam的radical 他不要讲说 是Islam教的极端分子 而只要讲他是 是一个那种圣战分子 或者极端宗教分子 但是现在我想 绝大多数的回教人 都是个善良反对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事情 必须想谈更深一点的 如果你真正看了 可兰金的话 可兰金几乎每一两页 都在诅咒 infidels 就是说 异教 异教者 那么在他 如果你是所谓 我怎么说 可兰金的所谓的 Islam教的所谓 基本教义派 是问题的根源 为什么叫基本教义派 就是完全按照 可兰金所谓 因为在可兰金讲 就看了很清楚 可兰金也讲了很多 仁慈 对好 对这么 可是他讲了 仁慈的对象是谁 对我同教的人 我是仁慈的 但是对你异教的人的话 你是可以杀戮的 可以把它变成恶等公民的 所以对他很多人 这种基础教义 或者极端主义 他用可兰金讲的话 就说OK 你杀这个异教徒的话 可以升天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可兰金 仿的伊兰基础教义派 他们认为说 Sharia law 就是回教的那种 回教这个教义 是超越国家的 所以 他认为说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只要follow这个Sharia law follow回教教义 他可以不需要 顾及世俗政权的 甚至可以不顾及社会道德问题 都可以 全都不考虑 所以这就是一个 直接的冲突 所以跟任何世界的 主权国家都是冲突 冲突的 所以这个问题 那么 所以在美国 美国广大的伊斯兰 信徒们 或者是宗教领袖们 还美国政府 必须要 就是鼓励 甚至用环境 迫使 把这个基础教义派 跟一般温和派 把它分开出来 但是 我相信 那个Hillary 希拉里克林顿 在今后的选举里头 将在这方面 受到重大的攻击 受到攻击的问题了 其实我倒想请问您 这个问题 如果 我们现在只能说如果 如果FBI最后结论说 这是一起有预谋 有计划的 恐怖主义攻击事件 也就是说 在既巴黎发生恐怖攻击之后 美国也发生了恐怖主义攻击 只是说攻击的 没有像巴黎这么大规模 但是从性质来讲 是一致的 这对美国的反恐 会不会是加了一把火 我相信美国现在反恐的话 当然可能资源方面 可能会增加了 这资源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问题就是 联邦政府 联邦的这个 所谓总检察长 他对于local的 还有联邦的 这种执法单位的控制 可能会加速 会放松 换句话说 有很多东西 他就是环境的时候 在liberty跟racial profile里会放松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 是 必定会发生 那么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的那个资源 联邦的这种资源会增加 对这方面的监控会加强 那么我想鼓励民间 我想几个步骤 鼓励民间 把可疑事情上报 那么让那个执法单位人员能够不受更多的束缚来取 采取行动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要对于那个回教的基本教育的人的组织 给他更大的控制 我相信这个是要解决问题的 必须要的路 那么另外一更高层次讲 过去美国几十年到三十年的政策 对回调世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那么这也是造成这个整个动乱的原因 所以几种层次 那么再牵涉到美国国内的反恐 国际的这种反恐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今天我们可以讲的 就是说将来世界西方国家 对于恐怖分子整个的态度会有很大转移 所以看来这一次的恐怖主义 不管如果现在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它是一个恐怖主义攻击事件 因为到现在FBI和美国政府的官方 还没有可以明确的说 但是FBI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在侦办 而且相关的反恐单位已经介入了调查 当然我们希望这不是一起恐怖主义攻击事件